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我们这边经常做的菜 也是我们这边的拿手菜,蒸菜 这样做出来的蒸菜一点都不会粘连,不成坨 非常的松散 基本上在我们这边经常下厨做饭的都会做这道菜 一起来看看吧 做蒸菜可以选择的菜有很多很多 今天视频里用的是土豆 我们用擦丝器把它擦成粗一点的丝 像土豆可以这样蒸 此外像胡萝卜,萝卜等其他蔬菜都可以这样做 唯一不同的地方要根据蔬菜的含水量这个实际情况来蒸 像水分少的菜如土豆丝,胡萝卜丝 我们就不用挤水了 像水分多的菜如青萝卜,白萝卜 这类在蒸之前需要用盐沙水 沙过水之后蒸法就像土豆丝一样了 这是根茎菜的蒸法 此外还有叶子菜 叶子菜也是要根据蔬菜的含水量 含水量少的可以直接蒸 含水量大的就要提前沙一沙水 土豆丝擦好后,因为水分少不需要沙水 直接向里面加入比平时炒菜多一点的食用油 然后下手再把油抓均匀 抓至每一根土豆丝上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油膜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已经抓均匀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往里面加入面粉 面粉的选择有两到三种 一种是小麦面粉 一种是玉米面 还有一种是淀粉 如果用小麦面粉就需要用中筋面粉 如果用淀粉就需要用玉米淀粉 像土豆淀粉,红薯淀粉 这类淀粉因为筋相太强了 如果用它蒸,蒸出来是发黏的,成坨的,不好吃 像我平时做蒸菜,一般用的最多的就是小麦中筋面粉 很少加玉米面 因为玉米面做出来口感是粗糙的,有一点拉嗓子 像这个小麦中筋面粉,用它蒸菜蒸出来就是很好吃的 既不成坨,也不粘连,而且口感还是很筋道的 如果想更筋道就可以用这个玉米淀粉了 只不过玉米淀粉的热量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家庭做法的蒸菜很少用这个淀粉 商用的话淀粉比较多,因为淀粉的口感更加筋道 到底是用面粉还是淀粉,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分次少量往里面加入小麦中筋面粉 边加面粉边抓拌 使每一根土豆丝都裹上一层面粉 面粉不要一次性倒太多 最后抓制成像这样 每一根土豆丝都裹上一层面粉 薄薄的一层就行了 如果平时蒸菜总是做不好,做出来总是发黏 加入面粉后还可以向里面加一点馒头碎 这样蒸出来就比较松散 土豆丝拌好后放入笼屉里 摆放的时候要均匀的摊开 使它松散的落在里面,不要挤压在一起 然后就是蒸了,蒸的话时间也是稍微有一点区别 要根据蔬菜的一熟程度 容易熟的水开上锅蒸3-5分钟就差不多了 不容易熟的可以蒸上7-10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一点蒜苗,切成4厘米的长段 再切四分之一的洋葱,给它切成细丝 切好先装入盘里 再往盘子里打入三个鸡蛋 鸡蛋直接像这样整颗进来,不需要搅散 蒜柚子里再加入一把大蒜,再少加点水用盐 然后用力把它倒成细腻的蒜泥 再往蒜泥里加入一点味精 和适量的凉白开 再加入一点辣椒油 然后搅拌均匀,放一边 取出炒锅,油热后倒入鸡蛋 先开中小火,把鸡蛋煎一煎 煎至能够脱离锅的时候 底部也变质金黄了 我们给它翻个面 翻过面后把它分成小块 分好后把切好的蒜苗洋葱丝放进来 再加入食用盐提味 然后翻炒均匀 炒至洋葱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土豆丝也已经蒸好了 看这个状态就能够看到非常的松散 之后趁热取出来 再趁热把它抖散开 让热气尽快散去 这样就会比较松散 看一点也没有成坨哦 之后再趁热往里面加入食用盐调味 然后把盐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把炒好的鸡蛋放进来 再倒入挺好的蒜泥 像这样蒸出来的土豆丝就非常的好吃 一点也没有成坨成坨的 非常的松散 哇,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蒸出来的土豆丝,丝丝都是分明的 口感也是很劲道 像这样蒸一盘土豆丝 既当菜又当饭 再搭配一点稀饭 完美 喜欢就点赞收藏起来试试吧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